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 坏消息 这个习近平真的是疯了 最新消息 这个国安大队已经是 枪杆支进驻交易所 谁敢做空 谁敢按那个卖出的按流 给我抓起来 我已经是不装了 彻底摊牌 从前两天 习包子亲自接管央行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说了 肯定要有大事情要发生 没想到 这一下子油门踩到底 大的就来了 现在 有的小伙伴们说 这就好了 股市要涨了 刚刚相反 嘿 这牌业打出去一两天可能会涨 但是 大崩溃啊 就要来临了 如果你枪杆支进驻交易所 我就能涨 而且它的目的是涨吗 大家看清楚里面是涨吗 是要来干嘛呀 收割全中国人 收割所有中外资本 哎呀全面收割 这个收割机开下来了 这是这是让大家赚钱吗 开玩笑 土匪这个土包子 共匪下山 直接枪杆子进去 是让大家赚钱吗 是给大家 这个 分田地来的吗 是来把所有人都抢光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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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坍塌金融市场 马上就要来了啊 这这一次 而且今天的市场情况跟以前可不一样啊 有有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详细分析分析啊 那先说说什么情况啊 就今天这个国家安全局啊 安全部啊 官微就已经发文了啊 这这文很多人一看就知道就是这 这这动作很大 但是具体的什么呢 大家没法说清楚 只能说这个直觉就这个事情很大啊 那我详细给大家剖析一下里面的这些事情啊 啊 他他提到第一个 个别国家 你觉得他一树立就是什么呢 有敌人 你觉得首先就没反省自身的政策有什么问题没有 他一来就是把整个锅就今天为什么楼市崩溃了 为什么金融市场崩溃了 为什么大家没有信心 为什么年轻人不生孩子 这个锅一甩 哎 你看就甩到个别国家啊 把金融当做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哎 谁把这当做博弈工具啊 啊 屡屡玩弄货币霸权啊 说的是美国了啊 美元啊 搞得人民币不好过 动辄就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 这指的也是美国啊 他就打不过别人 他就叽叽歪歪 他打的他的制裁澳洲啊 他那个澳洲不听他话的制裁澳洲 制裁台湾啊 制裁 日本 的时候他就怎么不是挥舞大棒呢 啊 就是说你日本不听话就是制裁日本的海鲜 你以为他他真真真搞环保 那个北北北北京的灰埋还还在呢 啊 这么对重视环境怎么做北京的灰埋的 那个还没整着好北京的灰埋 还要飞到日本来呢 是啊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甚至可以怎么讲 为什么中国沿海漁货量不断减少 中国的渔民 那我相信我对听我频道里面有没有中国大陆的 渔民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渔民老是要跑到台湾 跑到日本 跑到智利 甚至跑到韩国去打鱼呢 那跑到俄罗斯去打鱼 结果俄罗斯直接给他一个重机架 把他打成马封阔是吧 哎呦 欺负欺负老是欺负斯文人啊 去去日本还要骂日本啊 打日本的鱼啊 禁止日本的海产啊 去日本打鱼是吧 嗯 大打出手啊 然后提到一些居心叵测者啊 他他里面就没提到境外了 反正有居心叵测者 妄图兴风作浪 趁乱牟利啊 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 他提到四个四大接空啊 四大空第一个是看空 有做空啊 还有畅空者还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 谁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华的投资信心 究竟是 我们等一下再分析啊 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啊 这种新型事实下 维护金融安全带来新挑战啊 我们将会依法打击 打击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你看啊 把看空做空唱空啊 还有掏空者啊 视为违法犯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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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了啊 做金融安全的坚实维护者 用什么来维护啊 用枪杆子来维护 毕业了半天 这细胞是拿出什么具体的惠民措施来了吗 啊 拿出每每个年轻人生生一个孩子 补贴十万人民币吗 他拿出钱来了吗 不过是他套出的还是枪杆子 他一套出来 他给全中国股民派钱 这个股市也能起来啊 是吧 他为什么不派钱呢 是吧 为什么要偷出一头头元的孩子 枪杆子 要不就是喇叭是吧 工具箱里面现在就剩这个啊 就这一拿出来 我们首先这个我我明确说啊 看空做空我我先不说做空 我说看空 竟然也成了居心破客啊 破测 竟然也成了违法犯罪 喂 我且不说我心里面看空你咋知道我看空 心里面想什么他都要管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地方还 这就是赌场只能亏钱 你进来就只能亏 赚的钱你都不对 什么叫什么叫掏空着 就从里面赚钱的就是掏空了是吧 谁有本事掏空这个国家 老百姓有本事掏空这个国家吗 做核酸做了三年 谁掏空了中国的社保 我就问这个问题 谁支持俄罗斯不惜一切 大家把中国人的钱弄到俄罗斯去 如果真的为了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着想 为什么要不惜一切大家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还要跟他跟他 喂有几个老中国老百姓说的清楚 怎么巴勒斯坦在哪 把老百姓的扣钱天天的不带个头盔 在这街上开个电瓶车 在路上被罚款 这些钱用来干嘛去了 提高中国的民生吗 每个月社保都在涨 还说这个 谁在卖国啊 现在究竟是 看空 做空 我都不说看空 我说做空 啥叫做空啊 怎么定义做空啊 卖出就是做空了 是吧 那这个股市进来就只能买不能卖的 对吧 那我到时候都卖了 我说我说 这什么玩意啊 这就所有人只要买卖股票的都都是违法犯罪 说不知不好听的 这看着看 这 我 有人看空 有人看多 有人做多 有人做多 有人做空 是股市的基本规律 哇塞 原来现在 还不让看空 不让做空 做空 看空 居心叵测 还还违法犯罪 谁玩呢 赚钱的不能卖 你卖了就做空 这股市怎么玩 也说怎么玩 难怪北向资金天天在跑 所以 下周开始啊 这北向资金要彻底清清清 清倉跑路的 不是每个都在中国背底细胞子安的 的 海外的都跑的 那倒说咋知道怎么扣啊 那看看 苍空 那看来小林财经 马上马上 要要被国际红色通缉令 东西 啥叫苍空 我做做了一个客观分析的叫苍空 所以在这里面他第一个这些东西是不好定义的 啥叫看空 我有 一个看法 这是不是很正常 我就比如这么多只股票 你比如看是对大盘还是对对个股 你比如我对其中一个个股工商业行 我不看好工商业行 我看空了 这这这是不是扭乱市场秩序 把这个这个这个居心叵测了 违法犯罪 怎么做空 中国有做空制度吗 融券 喂 做空制 那融券制度 是你就国家规定的一个制度呀 那公开的制度 我使用公开的制度怎么怎么做空 所以这个帽子一扣 就是反正他全部收割 那有个小伙伴们就就是小清新了 啊 这个这个这个一进来把这个做做空 上空的全部管起来了 这股市是不是要涨呢 现在股市涨不涨 就是不让大家赚钱 就是树立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 第一个老百姓进来就是做贡献 当时他提出那个叫做什么社会主义中特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估值的时候 我就感觉席包只是所有人的钱都是他的 他说投投什么的 也就其实老百姓的钱就不是老百姓的 你说投什么不嫌 我说投什么你跟着投什么 我说你钱放来 我说你的钱要到碗里来 你就到碗里来 这是什么 这是抢钱好吗 这是抢啊 你这个赌场你这赌场还好 赌场都不如 赌场还好 你你进来 那该赌赌 进来只能亏钱赚钱 那就不对的这个地方 这这叫什么 这叫黑社会 对了 中国共产党就是黑社会 现在不就是抢吗 是不是啊 而且他有 作为一个执政党 他有检讨过他的政策吗 没有 也就是从一开始他不打算 纠正他的一些政策 比如房租不少 我说的他他已经定了 这个这个这个不动摇 其实我们最近几期在跟进的都是什么 全部在跟进的都是习近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后 他逐步放出来的一些信号 全部都都是个大开倒车 已经是油门都踩到底了 这种形式底下他不可能让大家就是赚钱的 他这个他如果要收割老百姓就是波动围绕三千点就继续继续走 来来来回套弄来回套弄 就有人就被割韭菜了 对不对啊 而且作为一个执政党 如果他不检讨他的 我我刚刚说了 谁打击 谁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华投资的信心 习近平呢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那因为你习近平呢 股市为什么不涨啊 爱国者们为什么不买股票啊 为什么不去创业啊 去创业啊 对国家有信心就去创业去嘛 把钱投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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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股市嘛 如果真的对国家有信心是吧 如果真的对国家有信心把钱投进了买买房买买买买 买股票 买买就就买中国石油嘛 中国工商银行嘛 是吧 买买买中中新通讯嘛 是吧 这个国字号嘛 中字头中特估嘛 对不对啊 那那那为什么大家都没信心呢 谁动摇了国大家的信心呢 谁说房做不炒的呀 啊 啊那现在这个股看来也是股 就用来住的啊 这个股票住进去就就不要炒了 哎呦 我这个这个 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人 如果他是这个德性 我就绝对不会投资 国际资本尤其是像巴菲特这种啊 巴菲特下周一开盘全部卖光 你看着吧 像这种这种鸟鸟地方是 国际资本部不乱的比比谁都快的吧 啊嘛华尔街北向资金为什么天天在 而且他现在是在做多吗 国安进来是做多吗 现在在表中心 所有部门里给你看 国家发改委一进来 哎呀后面几个月啊 这个郑三这个 郑主任啊 后面几个月啊 这个随着各项措施显现 后面还有几个月吗 你看这个发改委主任 后面还有几个月啊 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 推动四季度经济稳重向好 完成全年度的指标这个在在在在喊口号 后面还有几个月吗 现在11月3号 还有几个月都数不清楚这发改委的主任 这些东西都是张嘴就来 就剩下一个多月你怎么高几个什么几个月 所以这工作是怎么做的 有一点点 真把实际放在眼里或者真真真真真有一点紧张感 没有 全部都是向最高领袖就是就是应付最高领袖 从上到下不会做出实际的东西来 而且我们确确实实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所有的部门各从上到下横向纵向 都出来说传达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落实工作啊 实时放心不下 扎实推动全年目标 全部都是这样 有没有实际的经济政策出来啊 没有 没有任何的政策出来 没有 包括最近那女性权益 那个习近平出台出台了一个叫做什么 中国女性应该结婚生子 习近平说的啊 以家庭为目标照顾家庭 这是习近平说的 我说要倡导中国女性 加强中国女性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 这个 这个洗脑啊 这个加强对中国女性的洗脑啊 啊 然后这个这个要要照顾老人啊 要叫他们 养儿育女照顾老人啊 是中国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什么什么意思 也就他没有是任何实际的措施 他一推出来就是强迫 中国缺孩子了怎么样 把把女人逼她们去生啊 抓她们去生啊 这个这个中国中国股市不行 抓股民去买呀 这后面后面这个这个就开始 如果这股市还起不来 还起不来 查一下 所以习近平这个刀车 他只只会越刀越快 全中国人最后就 他现在把整个国家都当做是他的了 没有什么私有财产 大家想都别想 你干嘛不买股票啊 到时候国安现在 现在用的是什么国安 到时候国安上门了 喂 你为什么这个兜里面有钱 你为什么不不买股票啊 啊 你为什么为什么不不生孩子啊 啊 他他他就来问你啊 你是不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啊 这个居心叵撤啊 这个这个指使啊 这 最后达成的一个效果 不是让老百姓赚钱 是要老百姓亏钱 老百姓是要为国家牺牲 我让你怎样怎样 钱全部拿出来 而且就可以告诉大家 就共产党完大了 跌给你看 老百姓的钱一旦进去就跌给你看 收割啊 蒸发股票啊 这个这么这么多地方才财政 这么这么多房地产开发商 没钱 那个发股票啊 要割韭菜呀 为什么就你想 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要强迫的吗 你怎么那个中国人要叫攀山越岭 要叫走线要跑到美国 去美国啊 去美国啊 去日本 去去澳洲 去去去去去新西兰 去去去英国 怎么怎么就不用强迫呢 啊 怎么这个这个身仇大恨啊 这个美国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啊 那什么高官的子女 怎么个个都生在美国呢 高官的这个这个房子三奶二奶 这个这个老婆怎么就放在美国呢 是不是啊 这个好的东西要强迫的不用强迫了呀 现在强迫老百姓的钱全部到股市里面去 那你以为这样 有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强迫之后 让的给大家赚钱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啊 啊 所以这 也 这是习近平 这个这个倒车就就疯了一样 这个就开了 而且 现在习近平解不解决 实际的问题 他不解决实际问题 他现在只管就是强迫老百姓的资金到位 你看 比如比如很多很多问题 他他解不解决啊 比如就业问题 这老老 这是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分析过 老百姓没钱呢呀 这里面就有一个误会 就是他觉得老百姓还有钱 只是你们在看空 哈哈哈哈 就是你们不看好国家的未来 那我 我的看 我的观察是 现在都不是他看不看好的问题 中国的联钱 中国的中国人绝大部分现在是什么呢 他没子弹呢 为什么最近两年大家都老实了啊 大家都都都没没搞什么新项目了 因为大家没钱了呀 都不是说他看不看好 有很多人 那个这个搞半天 他的共产党忽悠一下 他他他他还是蛮看好的 他就觉得美国不行了 就美国要完蛋了啊 是吧啊 中国要要领先呢 是吧 但他也没子弹了 你说他他现在多多这个多相信国家也好 他你让他买房 他也没钱 你让他买股票 他也不敢 那说说实在就是中国人都不相信 自己都不相信国家啊 就是说啊 他他不不敢买 而且他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投出去 他也没钱 他就觉得他他的钱没有那么多闲钱 因为中国人确实在国家也没有医疗保障 也没有各方面的保障啊 在如果在在有个孩子的话 确实没那么多闲钱在投进股市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除了强 最外资 他润就润呢 完了 你你洗包子 我我以后不跟你玩了 啊 跑了就跑了 对吧 甚至郭台铭 你说郭台铭呢 人家就在真真来横的 这个人家不听你 不听你 干就干吧 就怎么怎么怎么着呗 就是啊 那一只现在没有多少油水可炸 老百姓一一旦在他生活都成问题了 现在老百姓 未来五年我说的社保涨到四五千块 五六千块一个月 现在都三千块了上海 五年之后可能就是六千块了 因为过去五年基本上也涨了一倍 未来五年再涨一倍上海一个月就社保就六千块 他还有钱生活吗 他不可能有钱生活了 所以就就就就就 能换下去都不错了 就这么简单 就很 就这样的情况 老百姓哪里有钱去投资 所以这股市起步来 还有包括啊 现在强调消费起步来 最核心的原因老百姓确实没钱呢 确实大家没子弹 你说一半年你刺激消费 你有本事你你你习近平给给老百姓派钱呢 把钱派下去 那么大家就去消费啊 没有任何的福利政策 大家还要防止以后自己生命还要存钱 对不对啊 那以后的真真真是这个个个个的就 那以后就就等死啊 对不对啊 那那就这样的情况呢 确确实就不不可能啊 就业现在也不解决 年轻人的事业率直接就不公布了 我身边各个朋友都基本上都在灵活就业 我我的这个以前的同学 基本上各个都在灵活就业啊 这这这这这种中年男人啊 中中年中年老男人 没有一个有有有除了公务员 除了公务员以外 就是基本上没一个政经工作 没有全职工作 就是老老板给上社保这种 没有 那怎么刺激啊 是吧 那这个这个楼市 那现在楼楼市 确实地方政府这样 这房子 逼得大家进去以后 它就不涨了 大家的钱都进去了之后 它涨来干嘛 你们的钱都收割完了 甚至可以这么讲 老百姓的钱一进去就要跌 跌给老百姓看 现在这一招 所以归根到底 它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搞清楚了 它的目标不是让股市涨起来 是让大家进股市 大家看得看清楚了 它的目的是让大家的钱全部给楼 给共产党花 全部给进股市 而不是让股市涨起来吸引大家进股市 是强迫大家进股市里面去 还有进楼市里面去全全交给国家 说实在的 就这么简单 但是引起的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动荡 对于这个先说那么多啊 还觉得不不错 打开小铃铛拜拜